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6号 星期一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教授 萧冗红 萧教授 3月5号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文 从专业角度 就是说探讨 不能说批评 探讨了中国防疫当中的一些乱象 本来在柳叶刀拿英文发了一篇论文 对于教授来讲 这当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柳叶刀是全世界 可以说最有名的几个医学期刊之一 或者甚至都可以说就不佳之一了 柳叶刀是大家就是说公认的 如果作为医生能在柳叶刀上 发表一篇论文 觉得自己那也是个人物了 对不对 我在柳叶刀上发表过论文 对吧 这对来讲本来是个好事 但是这篇文章探讨了一些真实情况 因为你要想在专业期刊上 发表论文的话 你必须说几句大实话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人家就给你退刊了 之前我们不说吗 钟南山他们发了一篇论文 结果就被人家给退回来了 人家不登 后来钟南山没办法 发在他们自己广州自己的 这个期刊上了 对吧 就他自己当主编的期刊 他发自己那儿了 所以就是说说几句大实话 说几句大实话 本来不就过去了吗 后来被中国微博上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什么认证作家 就发现了 发现之后觉得他说这有道理 就把它就其中有几点 有那么5点 就翻译成中文 发在中国的微博上 好 这一发可就行了 这一下就引起巨大的反响 赶快他所在的 萧永宏所在的学校和医院 就疯了 就跟他说 把他叫来了 就斥责他 说你发表的文章 以国家的疾控唱反调 赶紧把他撤下来 然后就跟他说 然后说萧永宏现在联系的 微博上的中国的作家 让他先把这个撤 然后他可能又要再联系 柳月刀 可能要从柳月刀上又要撤 之前不有中国武汉 他们护士 对吧 就是说是中国的护士 然后代表支援武汉 一线的护士 给柳月刀上发文 后来也被中国驳斥了 后来不也是要撤销 后来柳月刀文章没撤 他上面打了个红字 说此文要撤回 对不对 所以这次不知道 反正柳月刀 现在也是压力很大 发表个中国的文章 动不动就要撤回 还得赔道歉 以后真的中国人来的论文 那都不发了 受不了 你们想清楚了 萧永宏 他这论文里到底说了什么呢 好吧 他这篇论文的题目 叫做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采取正确的措施 文章分5点 分析中国的防疫工作 好吧 第一点 就是说 新型冠状病毒 有广泛的传播途径 重新冠状病很多 但是对天空 对道路 对车辆 对人喷消毒液 没有价值 而且大量的酒精 对人体有害 就觉得不应该这么搞 这么搞是不对的 咱们不有什么机器 一过 然后对整个街道 就喷消毒液 他认为这个其实没有价值的 而且对人体还有害 第二 说医护人员 医生和护士人员 应该配备防护衣 护目镜 还有高过滤效果的口罩 像N95口罩 N99口罩等等 结果在中国 就认为医生和护士 没有配备 配备不足 然后说 普通民众 就说现在没有证据支持 普通民众戴外科口罩 能有效防病 就是说对于普通民众来讲 其实还是应该 以勤洗手为主 现在国外好像都这样 是不是 美国 欧洲 都是主要的医学专家 都认为主要是应该勤洗手 而不是就是说戴口罩 就是说 现在反正没有证据支持 普通民众戴外科口罩 能有效防病 然后三 就是说封城 封闭式的管理 没有价值 而且引起了不必要的 社会骚动 好 你想就这一条说出来 这简直 怎么能说封城 我们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你最后说它没有价值 赶快不可以道歉 自决于人民 好吧 第四 他说 人际之间的 短时间的 社会接触的传染风险 被夸大了 应以科学证据的 公共卫生教育 来减低 因为错误信息 引起的公众的疑虑 第五 说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 已经明确指出了 抗生素 中药 激素 对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 没有供入 而中国 现在在滥用抗生素 激素 和中药 兄弟 你要真的 笑容和我跟你说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因为你也在国外发文 对吧 我相信你是有VPN的 对吧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的医生 因为一般来讲 我认为 尤其像医生的这种 他是非常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那么海外自媒体里 基本上除了死农记 别人你也看不下去 对吧 咱说实话 对不对 别的都是 都是什么玩意儿 对吧 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有冷静的逻辑思维 我估计你也只能看看死农记 同志跟你说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 前两天 我才说了 钟南山因为什么 我想起来了 内期是会员专享视频 是吧 所以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 你更应该加会员 小龙 你看看多么重要 你要加了会员 你就知道钟南山 到底出什么事了 对不对 你就不会烂说这个了 对不对 对 是吧 也不好说 他是3月5号 钟南山这期我们是几号录的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这是咱们会员 也有可能看到了 但是来不及了 反正不过怎么着 他说中国滥用抗生素激素和中药 应该及早研发疫苗 才是当务之急 这几场说的真的是够狠的 说的是够狠的 反正他的这些论述跟现在西方的一些医学专家的论述是比较接近的 是吧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这次防疫是取得了很大的功效 但是其中有一些措施 其实值得商榷 就关于封城封闭式的这种价值 到底有没有用 这是一大问题 对吧 还有就是说普通民众戴口罩 这个事情 反正到美国到现在 还没有鼓励大家戴口罩 不过也不好说 也许明天川普戴着口罩出来 开寄影哨待会了 这都有可能 我觉得戴口罩还值得商榷到底行不行 因为其实我还是认为 我认为戴着口罩 应该是有好处没坏处 最起码是有好处没坏处 对吧 就跟练太极拳一样 我总觉得练练也没什么坏处 是吧 我觉得当时 当然了像叫什么萧芳是吗 萧芳那种 就上海那叫什么芳 芳芳 王老太太 是叫萧芳 反正就是一抖手 然后七八个就飞出去 但是那种也是太扯淡 是吧 那种我觉得对身体也没有什么伤害 主要是对智力有损害 是吧 口罩这种东西 我觉得也是这样 对吧 戴一戴也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但是激素和中药 就真的要 真的要小心了 这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问题 对吧 以前冰箱园 武汉前前医生也说的 就是说目前来讲 很多他们前面王命中中药 导致肝指标都异常了 肝功能都异常了 这个实际上 尤其你要平常的 无所谓 对吧 喝点的 喝着玩 但是你现在正有病的时候 你在喝这个导致你的肝有问题 的话 对于西医 他们给你治病的就不利了 对吧 所以有可能 对你的身体反而有危害 是吧 所以 的确是我们之前也发现了 对吧 世界卫生组织指引里边 你要拿不同的语言登陆 就有问题 但是当然了 后来据说世卫干脆 就把其他语言的也删掉了 因为毕竟中共给世界卫生组织 捐献了2000万美元 对不对 所以还是应该删的 2000多万 好吧 反正这就是肖冷红同志 当然了 我们肯定不能支持他 因为 支持他肯定没用 明天他肯定出来要辟谣 说自己这些论文是瞎写 胡写的 胡说八道 他自己肯定会认错的 我们相信没有问题 但是反正就这么个情况 大家主要 我们说这期 让大家看看肖冷红 多么不负责任 与国家一控唱反调 我是这么觉得 你说 就是中国抗议有中国的方式 他的方式有利有弊 美国抗议有美国的方式 美国的方式也有利有弊 然后这个肖永红是吗 他发表了这个文章的言论 正好符合英国或者是美国的这种价值观 然后正好对中国有一些不利 他们就会采取这样的论文 如果是一个国外的学者 讲他们不好 正好符合中国的一些论点 比如说一个英国人 现在就说 江森报李斯做法不太好 然后他发了的话 在中国就更容易被采取 你说这个是有道理的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我个人的话 我也是比较喜欢美国的这种方式 中国的就是有一点太 我觉得你还是要分开 英国的方式和美国的方式 跟中国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你还是得分开 对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中国 但是中国我也不反对 因为中国的国情也不一样 美国各国的国情不一样 他都是因地制宜 然后我还想起一件事 我说完之后你再说 美国有一个就是讲自然文学的一个教授 主要研究自然文学 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期刊是业界的大佬 然后就会有中国的学生去发一些中国的污染环境的问题 然后跟文学结合起来 自然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是不一样的 它是自然文学 然后就会特别容易在他那个期刊上发表 而且他那个期刊算是个核心期刊 就是这么个情况 也有非洲的一些同学会发表非洲当地的环境污染 美国的话他肯定也会发 但是美国的环境污染那种问题还没有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欠发达国家那种问题多 所以那些地区的学生更容易去发一些文章 就这么个意思 我是这么觉得 这个没有问题 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我选修课就学非洲的叫非洲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了 非洲文学 不是 非洲文化 非洲文化之类的 反正当然是因为选修课 你必须得选一个 那就选了那个了 然后老师当时他就说了 他就说发现很多问题 就是说在海外有一些期刊 在西方有一些期刊研究非洲问题的时候 一些这种就是说 他认为这种白人的这些研究的学者的文章 更容易刊登 而非洲自己人研究的文章 不容易被刊登 而他认为有的时候 其实一些非洲自己人研究的文章 更跟当面 贴近事实 对 更贴近于 你也不能说美国人 就是西方人一定就撒谎 因为你要这么说 就觉得好 他们撒谎 他们也不是撒谎 只不过他认为 他们可能就是说 没有非洲本地人更了解情况 也不太对 他说的就很委婉 但他觉得是不是种族歧视 或什么 对吧 但是反正 我觉得疫情在中国率先发展 然后中国在疫情处理上 取得了一些的功效 所以你说的确确 我觉得一些现在中国的这些学者们写的文章 比较容易被那边先采用 是吧 他这里边 我觉得探讨了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实际上我们就应该逐条的要看一下 我们应该逐条是看一下 咱们看看 就是说有哪些是 就是说 可能 有可能 没有可能 就是他为了发文章 就迎合西方的观点 对吧 咱们看看 然后有哪些 我们认为 就是说他说的也许是有道理的 或者就是说他不是主观要去迎合 而是在客观上跟他们的观点契合 咱们还 我觉得咱们能不能具体条去说 好 因为咱们 我不 因为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不想笼统 把它所有的 就是归为一类 归归一类 因为我觉得5条肯定的 各个每条都不一样 好不好 咱说第一条 他说对天空道路车辆人喷消毒液 没有价值 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 我觉得可以喷 你觉得可以喷 但是你觉得他说的 你觉得他说的不对 就你说是应该喷 还是可以喷 这两个是不一样 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可以喷 对 因为他说的 他说的时候就是没有价值 就是说说实话 其实不应该喷 因为你大量的喷消毒液 其实花了很多钱 而且这些消毒液 有可能对人的身体还有害 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不是强求的 不强求 你觉得大量的喷 会不会在人体有害呢 就是说这消毒液 我不太懂 太专业了 行 但是你觉得是可以喷 但是不强求 对 对吧 好吧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不应该大量的 像天空和道路喷消毒液 这个价值真的不大 而且对人体还有危害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从价值上来讲 是没有的 我觉得 我也觉得是可以喷 但是不应该喷 这是我的观点 我认为这一点来讲 其实这个是说得过去的 头一条 反正咱俩观点不一样 对吧 好 第二个 就是说医生应该配备 保护医护目镜和高过率 这个没问题了 对不对 这肯定 谁都知道 普通民众他认为 没有证据支持 普通民众戴外高口罩 能有效防御病 关于这个 你觉得观点是什么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但是带不带 取决于他们民众的个人选择 但是假如 比如说像中国 中国当时二月初 有一阵 如果不戴口罩的话 要什么 抓捕 你知道吗 不戴口罩 发生了抓捕 不戴口罩 不让坐公共汽车 有人不戴口罩 被揍了 就不戴口罩 出来之后 上去直接给嘴袜子 这个其实有一点过分 而且好像是 曾经有一度到了 就不戴口罩 不让进超市 不让买东西 不让出门 不让上马路的地步 因为我在这 我没有亲身体会到 当时的氛围 和当时的环境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不太恰当 这样的说 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这样 就这一条来讲 我也比较贴近于这边 我认为 就是说戴口罩 是一个公民的自由 就是你可以戴 你可以选择戴 或者不戴 对吧 我觉得不强制 就得了 我觉得这样说可以 就不应该是强制的 而且任何的 就是说超市也好 公共汽车也好 高铁也好 就是说不戴口罩 因为这是公共设施 即使不戴口罩 也可以乘坐 这没问题吧 对 你认为像公共汽车 如果不戴口罩 不让人上马这行吗 不可以 这是不可以的 超市不让人进 可以吗 不可以 这都不可以 对吧 我也觉得这也是 应该是不可能 不戴口罩 你也不能管人家 这每个人的选择 对吧 就是说政府可以 你像美国不也是吗 他其实他不鼓励你戴口罩 但是他也不管你戴口罩 对对吧 好 第三个就是封城 封闭式管理没有价值 而且引起社会骚动 你觉得这个呢 我觉得 其实也可以不需要封城 不过反正意大利 最后不也是封了吗 当然意大利的封城 跟中国的封城也不一样 不是强制的 不是强制的 美国这边上面 New Roselle 也是封闭式的 但是昨天 纽约州州长 库莫也出来说了 说我们这个封法 跟中国的封法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部分的禁止 我觉得是可以的 就好像台湾 昨天我们说的台湾 旅居意大利的台湾人 他们不就说嘛 说封城更像是一种禁足令 是不是 就是说不要出去乱跑 我觉得就是人性化的封城 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有需要 你还是可以出来 而不是说拿砖把路堵上 太过分了 是吧 那个就有点夸张了 或者拿木头条去封人门 这都不太好 我觉得 对吧 这都不太好 就是说封闭 我觉得也还是 就是说应该是这种建议性的 是吧 不过咱们再说 因为不好说 过两天纽约也封了 把咱们家门呼死了 门呼死了 好吧 封城这个 我们就是说我们取中 我觉得这个看政府 各国政府可以自己去定 也需要封还是不需要封 但是即使封的话 我建议最好还是就是说 温和一些 温和一些 不要采取太过严厉的措施 然后第四个 他说人际之间短时间 社会接触的传染风险 被夸大 我觉得这个他说的不对 我觉得小众说的是不对的 因为各种的事实证明 不管是在中国 在美国 在全世界都证明 人际之间短时间的社会接触 风险就是很大 我是觉得每个个体不一样 每个人被传染 被接受的 就是分个体 我觉得这样 哪怕就是说 一百个人里有十几个是高风险的 你都应该禁掉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个是超级传染源 哪个不是 对吧 所以人际之间短时间 社会接触传染风险是非常大的 这点并没有被夸大 这个我觉得肖隆红说的是不对的 好吧 那么第五条 世卫明确指出 抗生素中药激素 对治疗新冠病毒没有供入 而中国在滥入抗生素激素和中药 好 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